人到晚年一个人生活难免会觉得孤独 所以为了解决孤独 很多老人都会选择找老伴搭伙过日子 而现在也出了一个新型婚姻观 也就是老人找老伴的时候 不领证 不同居 只搭伙过日子 这样的方式也同样过得很幸福 大家好 我是艾米尔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位62岁阿姨的口述 说说老年人的新型婚姻观 为了方便理解 下面我会用第一人称讲述 我今年62岁 十年前我老伴心肌梗塞去世了 他离世的时候我每天都很难过 而且还抑郁了很久 因为和老伴的感情很好 他是我唯一深爱过的男人 所以他的离世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个时候还因为伤心过度 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子女为了不让我这么伤心 每天陪伴在我身边安慰我 开导我 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才慢慢的走出痛苦 后来旅游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男人 他叫老林 他比我大五岁 和他在一起后啊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一个姐们 当时我姐们叫我不要领证 因为领证太麻烦了 只搭伙过日子就行了 而且也不要住在一起 因为住在一起容易成为免费保姆 我姐们是一个过来人 所以她不会骗我 我也觉得姐们说的很有道理 毕竟领证会牵扯到财产问题 如果不领证的话 什么都牵扯不到 而且也不用担心彼此图钱 和老伴交往后 我也和他说过 我们两个人不领证 只搭伙过日子 当时老伴也答应了 可是和他在一起半年后 他想和我领证再婚 但是我没有答应 我跟他说 如果领证的话 万一牵扯到子女和财产 到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过得不好 并不是自私 也不是防着对方 只是为了不给自己带来麻烦 也为了子女能够安心工作 不领证 不同居是最好的选择 想对方的时候就居一下好了 这样啊 省心又省事 后来老伴也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 老伴说 确实你这种方式特别好 还是你想的周到 换做是我 我真的想不到 如今我和老伴已经交往了七年 我们都有各自的退休金 而且我们都不用对方的钱 不会贪图对方的钱 每天约完会之后就回到自己家里 有时候我会去他家帮忙打扫卫生 要么就是一起买菜做饭 他生病的时候我也会伺候他 虽然我们没有领证 但他也是我的老伴 所以照顾他也是应该的 我一到困难的时候 他也会伸出援手帮助我 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是互相帮助 互相理解 互相陪伴 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有时候我们两个一人出一半钱去外地旅游 去吃遍各地的美食 两个人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很幸福 有时候也会发生矛盾 但我们都互相理解和包容 从来不会有隔夜假 吵架之后当天都会找到办法解决和好 所以我现在觉得过得很幸福 我希望这种幸福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现在很多老人都以这种方式来过晚年生活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晚年生活特别的美好 什么都牵扯不到 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 也能安心的度过晚年 所以搭伙过日子 不同居 不领证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这次呢